如果我今天想到老闆他要求我去算退货的资料 这个时候我又想要再去把退货叫出来 是不是可以再重新点取得资料 好像类似重复的动作再做一次 所以不同时间绝对可以把其他的工作表叫进来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我们就继续了 都做到这边了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栏位 你要稍微分辨一下 我订单里面我订单资料表 订单资料表 他有我现在只有一个资料表叫做订单 没问题 顺便先跟你讲一下 订单的呼叫符号 呼叫符号是一撇在enter的隔壁有没有一撇 这个符号是你必须要记的 在所有大数据分析的工具里面几乎都是这样使用的 一撇是呼叫资料表 因为你资料表可能会有很多张 这个时候这一撇是很重要的 这个符号稍微记一下就在enter的隔壁 好那我们点一下这个订单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栏位 栏位我们要分析资料的时候 然后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什么资料呢 这个资料我们来去看资料表 所以点这边的资料 请问这个资料表的内容 这边是不是看到行ID 订单ID 然后订单的日期 然后这个订单什么时候去发货 然后接下来这个订单 因为它发货出去 它的邮寄方式是什么 寄给谁 然后寄到什么地方 然后接下来后面是会看到 这一个订单它销售是多少 数量多少 利润是多少 这个资料应该叫做订单资料 对不对 这个订单的记录 这个订单记录 你稍微往下拉 总共多少笔呢 是不是看到那个roll 多少多少多少 of一万 有看到 所以这边有一万笔的资料 一万笔的订单资料记录 可以哦 所以记录 记录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 可是这每一笔记录 它都有相关的栏位 栏位是不是就放在这边 这就是栏位 可以哦 好 那我现在我要回去这个报告这边 我要请你观看一下 请问一下 这些栏位它前面有的有 sigma 有的没有sigma 所以我们先把这些栏位分成两种 分成两种 怎么讲呢 因为当我今天我要去画这些图之前 我要先思考 我要分析什么事情 你现在拿到一堆的资料 拿到一万笔的资料 请问你到底要分析什么 这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就好像说假设昨天我女儿问我说 她想要去找工作 那其中有一栏说你的未来规划是什么 或者是说你要知道说你到底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你要先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工作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分析资料 你至少要先对于你的栏位是了解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里面分有sigma的跟没有sigma的资料 有sigma的资料呢 有sigma的资料它就是数字 没问题哦 请问一下数量是不是数字 是 折扣是不是数字 是 那请问你利润也是数字 那行ID是不是数字 行ID不是数字 没有人会去把第一笔记录的1 加第二笔记录的2 再加第三笔记录的3 对吧 没有人这样 只要是数字 他自己就需要去做加总 或者平均 或者最大值 最小值 这些都是可以算的 可是这个行ID不是 他行ID就非常像那个客户ID 可以了解哦 你不要以为说那个123看起来 它是数字 但是它事实上 对于我们做资料分析来说 它不是数字 好 没有问题哦 好 所以这边简单说数字类型的大概只有5个 其他全部都是文字 对不对 通常我们来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析什么 通常我们来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文字里面挑一个 数字里面挑一个来做分析 对吧 所以例如说各城市的销售额 有没有人在分析这种事情 有吧 各地区销售额 各客户销售额 可以吗 这没问题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 各日期的销售额 各产品销售额 各类别产品销售额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C 大概文字栏位有15个 数字栏位可以取几个 一个 对不对 这只是这么多种算法里面 我先归类出来 各取一个的算法 那请问你可不可以取两个文字 一个数字 可以吧 我是不是可以算出来说 那个 各年 各国 的销售额 对不对 我们需不需要分析登革热 各年 登革热的发生次数 对不对 这是绝对需要的 你不能把所有的资料 只都铺在一起看 所以是不是再加 C 15 取2 乘语 C 5 取1 可以吗 请问这个式子 你国中又是不会列的话 那你的人生 嗯 你就要准备考虑选文主了 对不对 好 请问 这样算算算 请问 我们大数据分析 可以遭遇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 请问一下你知道这个答案是多少 C15取1乘以C5取1 这个答案是多少 你都忘记 你都忘记了 可是这国中你保证一定会算 不然你现在大概也不会坐在这边 可是你看 曾几何时 一回首 你 不要说百年 我没办法活那么久 不管怎么样 那是一个还不少的数字 对不对 第一个算出来就75 第二个这次 哇 可以算出一两百张的统计图表 请问你算那么多东西 你要给老板看吗 跟他讲说 老板 我至少没有功劳又苦劳 请你回家慢慢看 你觉得他会看吗 他会把他丢到垃圾桶去 因为他只要你算出几张 重要他想看的报道 对不对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边大数据分析 他遭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 就是可分析的项目很多 我不晓得各位 我们会先从 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真的有很多拿到资料 很多人拿到资料 他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后来变成 他可以宏观的去看资料 对吧 现在是不是感觉是宏观 我可以随便去看我的资料 对吧 再来 才慢慢聚焦到 我到底该看什么 这是当初去分析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以吗 可以吧 我们癌症都是这样看的 高血压也是这样看的 有一天 有一天我去 我们那个老师 我说 老师好 因为我们都在洋名大学 然后呢 我就问他说 那血压资料 您是怎么看的 我现在我已经把 我每一天 早上晚上 我都个量了一次 然后你帮我看看 我的血压 到底应不应该减 血压药 应该要减量 还是要增加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看我的血压资料 他说 那 他是这样看的 血某一段 然后看看这边血压的变化 再看另外一段 血压变化 然后再把这个距离 稍微拉长一点 我们来看看血压 他的景象 他看一看去 他觉得说 他还是看一大堆 看了一大堆 然后有没有什么结论呢 好像没有结论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真的是目前 我们大数据分析 所遭遇的问题 当然了 因为高血压 它是属于复杂性疾病 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导致胀情 癌症也是 癌症真的也是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 所以请问你 老板想看什么 这边那么多资料 这边可以分析这么多 你觉得老板最想看什么 利润 可以了解吗 真的 跟小朋友讲 他们听不懂 到底赚多少钱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知道 这样听得懂 我在讲什么吗 请问登革月最重要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自己先去讨论一下 我给你那么多栏 结果呢 你从头到尾 全部都分析完毕 那是大数据分析 宏观 那你觉得真正重要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因为 因为 未来 这个大数据分析是这样来做分析的 各程式 销售 直条图 你讲完之后马上呈现 根本就不用人画了 谁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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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把自己画 对吧 需要你们吗 就不需要了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现在你还不会耶 即将你的工作就要被取代掉了耶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可是要的是哪一种人 本析 下子力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然后接下来 就是例如说你跟老板在那边看 看电脑画出来的图 我应该怎么样去拟定政策 所以这个课程重不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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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